大家好 这是一门新的课程 是Archer教程网的第18门课程 同时它也是Wordpress相关的第15门课程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 Wordpress SEO基础经验分享 是关于Wordpress 也是关于SEO的课程 那么什么是SEO呢 它的中文是 搜索引擎优化 做SEO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流量 通过一系列操作方法 获取搜索引擎的流量 主要是百度搜索和谷歌搜索 百度SEO和谷歌SEO 它们大部分的思路和操作是通用的 但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差异化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谷歌有一个谷歌搜索控制台 百度它有一个百度搜索资源平台 这两个平台功能类似 通过这两个网站可以看到你的网站 在他们这两家搜索引擎上的表现如何 为什么要做SEO教程呢 我做Wordpress教程有四年多了 以前一直没想做过SEO相关的课程 是因为SEO太不靠谱 做SEO和做网站不一样 网站后台添加一篇文章 前台立刻能看到变化 能看到这篇新文章 但是SEO不一样了 首先你要对网站做大量的操作 但不会立即看到变化 需要等几天 甚至等一个月才能看到变化 这个变化可能是往好的地方变化 也有可能会变得更糟 也有可能是没变化 我目前的经验和能力 并不能驾驭搜索排名 顶多是让网站在搜索引擎上 表现得更好一些 我以前是这么想的 既然做不出效果 不能把网站排到白兔首页 也就没必要教大家了 万一教错了还无人此地 但有些同学给我反馈 让我分享一些SEO的基础知识 得不到排名也没关系 至少可以让新手少走一些弯路 我仔细想想这个办法也行 反正不用对结果负责 大家仅供参考 据我了解 有很多wordpress的新手 他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只安装了一个SEO的插件 以为这样就做了SEO 实际上SEO是一整套东西 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这方面的知识越多 工作量越大 我能分享什么经验给大家呢 这些年 我一直在做的是 尽量把网站本身做好 不断调整 不断完善和改进 比如标题 TDK URL 收录等等 尽量让网站对搜索引擎更友好 至于排名嘛 那就随缘了 网上有很多SEO相关的知识 我了解的也有限 大家仅供参考 我分享的这些经验 大家在操作自己网站的时候 几乎不分先后 各位可以自行判断和选择 做什么 不做什么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目前课程没有完整的大纲 想到哪 说到哪 各位在购买之前 先看看课程目录 有没有你想看的内容 根据需要购买 每节课时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课时数量尽量控制在十个以内 课程价格控制在十元以内 以后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 再另开新课 最后重复一下重点 本人财书学浅 分享的知识水平有限 各位在学习了这门课程之后 不保证效果和排名 也不提供技术支持 只是经验分享 如果大家在SEO方面有更好的经验 欢迎探讨 课程介绍就到这里 下次见 会订阅